赵点视频 红中玉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红中玉师傅 你好 师傅我知道了 过了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客人 他就会联络你 可能就讲一些 关于批命和一些家居风水的东西 我经常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家居风水的东西 你家里也是这样放的 我家里也是这样放的 盘来来去每年都是同一样的 是吧 那究竟 他们去找你做这个家居风水 那个服务的时候 和八字 或者和你的做法 会有什么不同的支柱呢 其实来说呢 家居风水呢 其实每个人的八字都不同的 每个人生成的八字 都是一个独立的标志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看那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 查出他的八字日元是什么 配合其他那七个字的五行对比是什么 是强还是弱 找出那个人的八字的用神 然后呢 就会帮他摆设他的八字 哪一样会适合他多些 哪一样他不适合他多些 这样的 我们会选择来用的 虽然大家都是在那个位置放一些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都可以有五行的分别的 第一点 所以来说呢 八字的五行不同呢 是会形成了 有摆设的东西也不同的 例如 如果八字是寄金的人呢 他家里来说 就不适宜摆太多的金属物品 例如那些刀啊 劍啊 那一类 反过来 如果八字是用金的 即是喜用神是金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叫他摆一些 铜的银锤啊 铜的银银啊 之类 所以来说呢 那五行不同 摆设的东西都会不同的 第一点 那例如他的八字是属木的 寄木的 就是不要太多木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叫他摆植物的了 也都不会建议去养猫的了 那因为植物和猫呢 在五行来说呢 都是属木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两样五行呢 就不适宜那个人摆 就算那样东西是要摆一些植物都好 我们都会叫他摆其他东西的 那例如有些八字来说呢 是寄水的 就是他的八字不可以用水的 那来说呢 那我们呢 就不会叫他养鱼的 也都不会叫他摆流水的物体 就是要就这个八字来用的 所以就算一家屋来说呢 每一个人 大家都会住进去 那个方位都是一样 但是那个人的八字五行不同呢 我们摆的都会 或多或少会不同的 所以来说呢 如果他是寄水 刚才说回 如果是寄水的话呢 那就不要住在那些水的边 池边 海边 不要看到水 適宜 要反过来看山的 就是要有些水的 反过来又 例如八字如果寄火的 那个颜色方面呢 就不要用那些 紫色啊 红色啊 这样的色 因为这些紫色和红色呢 是熟火的 熟火来说呢 就不适合他了 比如说窗簾啊 床单 被单啊 那些呢 就不要用粉红色啊 紫色啊 就用一些冷的色 如果你的八字是 就是 反过来是用火的呢 就反而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又例如你的八字 如果寄土的 就是不可以 放太多瓷器物品 瓷器公仔啊 瓷器花瓶啊 或者不适合养狗的 因为狗就是熟土的 也都不适合放一些 牛的食物 那些牛的食物是熟土的 所以来说不适合放了 有分的 原来你的八字五行呢 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来说呢 不同五行的人呢 就是喜记不同的人呢 他住的哪一区呢 都有分别的 八字起木的人呢 就适宜住西区 八字起火的人呢 就适宜住北区 八字起土的人呢 就适宜住中央 中央的一个地方的中间 八字起金的人呢 适宜住东区 八字起水的人呢 适宜住北区 是会这样分的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原来住屋的流层呢 也都跟风水有关系的 如果八字起水的 就是用水的用神的话呢 就适宜住一楼 和六楼 或者十一楼 十六楼 二十一楼 二十六楼 二十二楼 二十二楼 二十七楼 二十二楼 二十七楼 二十二楼 二十七楼 二十七楼 诸如此类 一路这样算上去 八字起木的人呢 适宜住三楼 八楼 八字起金的人呢 适宜住四楼 和九楼 八字起土的人 适宜住五楼 和十楼 一路这样分的 原来呢 有分 有分层数的 所以你说五 五同五行 不同命 命卦的人呢 亦都分不同的 那另一样东西 原来 地名呢 都一样有影响的 那 为什麽呢 因为每个地方 都有一个名 这个名呢 就形成一个灵动力 就有一个五行的了 譬如 他举个例 跑马地 跑马地 你听过马字呢 都是熟火的 所以这些地方是熟火的 如果你的八字 如果是用火的话呢 你就可以住跑马地 反正 如果你八字忌火的 你就不要住跑马地了 就要有分的 地名 例如 旺角是熟土的 土来说 为什麽是熟土 因为土 就是中间 中央 中央 就是皇帝 所以来说 皇帝居住的地方 所以来说是熟土 如果八字用土 你可以住 旺角 中央 如果反正 你寄土 你就不要住这些地方了 尖沙咀呢 就是熟火的 尖沙咀 尖沙咀 尖字都是熟火的 所以来说 尖得掉的也是熟火 所以来说 熟火 如果反正你八字 起火的 你可以住尖沙咀 反正寄火 就不要住尖沙咀了 例如深水堡 水字是熟水 所以说你八字要用水 那就去住水 有水字的地方 西環 西環就是熟金 西方是金 所以西環也是熟金 所以是这样计的 比如上水 上水有水字 就是熟水 这个地方名 例如葵方 葵字熟水 季字 因为它里面有个季字 季字在甲月秉丁 暮记根深淫贵 这个季字是熟水的 所以季字是熟水 就是这个意思 中環 中環 中间的意思 也是熟土 原来 每个字 也有分个地名 对你的八字也有影响的 我曾经有一个客人 他的八字就是熟木的 生药要用水木的 他大运走天干地支 都是走那个官杀运 走那个金运 金就是黑木 所以来说 事业就不好 做事 头头蹦着黑 我就叫他搬去什么 淺水湾 淺水湾就是属水的 水就生木 金生水就水生木 将八字的既神 变为喜神 将它通了关 方位来说通关 所以来说 他搬去大约三个月至半年 运程慢慢慢慢好转 所以来说 每一个人 他一个独特的方向 方位会离他 是这样的 那师傅 我想请假一下 就是一家人来说 大哥 每个八字都不同 是 那应该怎么去看呢 通常我们以一家之主去计 去计划 那是 用这个 谁赶钱最多的 谁是一家之主的 我们算的 这个好 如果所有人都不好 全家都不好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一家之主计 谁损钱最多我计 那會不會說我今年的大運又怎樣怎樣 我下年的大運又怎樣怎樣 那就要導致我有住不同地區的原因發生呢 會的 如果你的大運轉了 因為十年大運是管十年 流年是管流年 我們通常是講十年的 如果你的大運走一個衰的十年運 那我們就在地域走一走 譬如他們剛才那個月牧日園 他走一個觀察運 走一個金旺的運 所以說金黑木 所以他要搬去水的地方 有水質的地方 有人會問 會不會有矛盾呢 譬如說尖沙咀 中環 中環屬土 但是中環位於什麼呢 位於南面 它是屬火的 那怎樣計算呢 其實兩個五行都會有的 名字的五行就會有 地方的方位的五行有 所以兩個五行同時會影響那個人的 譬如他的八字 要用一些水的 譬如要用一些土的 土是絕中環的 譬如這樣說 他去到那個地方 就會受一些影響 如果他有一個不同的五行 也都有一個相負相成的效果 所以要計算清楚 那個名字和方位 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更加好 如果不對的話呢 就減半的 這件事要這樣計算的 嗯 OK 所以 正如我之前開頭所說的 我知道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客人 都請教師傅 看一看 關於批命 或者風水的工作 所以 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聯絡一下洪中環師傅 好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師傅 好 拜拜